民進黨的台北市議員直言不是因為地震 而是要抵制花蓮不去玩 言論引發了抨擊 雖然他已經發文道歉 但是仍然引爆花蓮人的怒火 但我廉價花蓮七星潭停車場 卻空蕩蕩 遊覽車一輛也沒有 周邊泰商占一天只賺幾百塊 403地震與震不斷 觀光一蹶不振 但民進黨台北市議員李建昌 竟然說花蓮觀光夜期不來 不是因為地震 而是因為花蓮人多數支持傅昆琦夫妻 還說暫存抵制去花蓮消費 你們政治操作 你不要把這個東西讓它拽起來 政治我就不太清楚了 但這會影響你們嗎這樣子 多少會啦 不然我們也是要生活啊 傅昆琦也是 這幾年也是做得不錯啊 貪商難接受 因為李建昌發文後 有不少網友認同 端午廉價花蓮訂房生意成 端午禮品也是靠網路訂單 業績慘稀稀 這種花蓮非常的民進黨 甚至非常的新潮流 在自己的同胞裡面 對立那種化而製造敵人 他出來道歉也不夠啦 最好乾脆就辭子算 網友關鍵李建昌粉捐 美水民進黨都是罪人嗎 有主一輩子不要踏上花蓮土地 這麼資深還說這種話 真的不妥 過去花蓮長期被民進黨看不起 花蓮越爛越好 反正它不是我們民進黨的 執政的地方 所以你就知道民進黨的政客 是多麼人血無情 在他們的心中 他們只有政治利益 沒有人民 雖然李建昌臉書道歉 愧疚自責 說是看不慣傅昆奇 囂張亂陣 但臺北的議員揚言抵制 傷害華蓮人 身為明代 已經做了最壞示範 記者曹天